立兵器一定要有杀器 而盾兵器一定不让你看见这杀器 那么立盾之间呢 外行人啊 比如这地上有俩兵器 一外行人跟一内行人马上打起来了 这外行人一定先冲着立兵器去 立兵器有杀器他壮胆啊 拿着刀剑能吓唬对方啊 但内行人啊 一定选用盾兵器 盾兵器是以力伤人 不是以刃伤人 以力伤人造成内伤 我们讲过锤 那个锤很厉害 任何人正常的一个人 禁不住一锤 只一锤 不论打在你身上哪个地方 打脑袋上咱就不用想了 打胳膊上胳膊舌 打腿上腿舌 打脚面上脚碎 你没有战斗力 而刀剑呢 有的人杀的啊 这个肠子都出来了 依然有战斗力 他有一股气顶着 但造成内伤以后 这气就泄了 那么锤出现啊 远比刀剑晚 他为什么晚呢 是因为最初的人类 对这种炖兵器 没有认知 锤为什么出现呢 我们猜想啊 是因为马战 我们老知道 看电影电视剧 骑马打仗 马战 由马车到骑马打仗 这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讲过 当骑马可以打仗的时候 利兵器有时候不起作用 利兵器对动物的杀伤 是有限度的 比如你一刀 砍不住人 砍在马身上 马虽然很疼 但是不减战斗力 我们看过西班牙斗牛 你看一开始 骑着马的 带着铠甲的马 出来刺他两下 然后这个斗牛士折腾他 他满身鲜血 没有关系 只要不通过脊椎 刺中他的心脏 他就没有任何事情 顿兵器不行 顿兵器击打的力度 超出我们一般人的评估 卫书上 我们史记卫书上 有这样一个记载 叫人马B战 刀不如棒 他说的很清楚 B是指很近 B近了吗 就人马在这个打仗的时候 这刀还不如棒子呢 一个棍棒打下去以后 这个力度非常大 看看骑国的车马坑 这马的头骨上 全有一个塌陷 几十匹马 整齐躺的呢 我们如果用刀 来使这个马毕命的话 非常的困难 你一刀 没法让他毕命 除非你 扎住他的中枢神经 要不然你就刺中他的心脏 而且正中心脏 否则的话 你一刀下去 他马 你弄不动他 所以拿锤 一锤打在脑门上 这马通通一下就放平 我们对锤的印象啊 大部分人来自于 莲花块啊 就是小时候书 来自于京剧的拔大锤 我小时候对锤的印象 都是人脑袋这么大吗 拔大锤 京剧上啊 这些这个经济演员 拿着大锤还这么来回扔 还有那么一段啊 都是这么大 后来当现实中看到那个锤啊 这么大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最小的那锤 比鸭弹还小点呢 大一点的也就撑死了 到鹅弹那么大啊 八大锤的这个京剧啊 对京剧了解多的人都看过 这个这个这算一种名出啊 有严成芳 何元庆 月云 迪雷四大将 八大八大锤 每个人都手指双锤 这锤为什么要指双锤呢 首先锤短啊 打的时候呢 如果你使单锤 你在马上你就更没有力量 一边是失重的不平衡 所以一定是双锤 这个锤啊 我们因为现在有明清时期的锤 我这个抡过 四十几岁的抡的时候都抡不了几下 这胳膊就抬不起来了 那么这个锤呢 就这么大 这么大 如果放大到脑袋这么大 我们测算一下啊 现在可以计算 假如我们这个锤的直径啊 就是二十五六公分 人脑子这么大 重量有多大呢 大约啊 八十公斤 一百六十斤 就跟我体重差不多 你想我这体重 我在自个儿拎着啊 你想想 这锤抡起来 首先是你抡不起来 如果你抡起来 你还就停不下来 你就被这锤拽着就走了 所以 炖兵器一定是以力伤人 造成你的内伤 炖兵器还有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棍 我们比较熟的故事是这个十三棍增救唐王 是吧 随末唐出啊 随将王世冲 拥兵啊 东都称帝啊 就是那时候天下谁都可以出来先称个帝 国号为正啊 并命其职 王仁泽为大将军 在白骨庄呢 设重兵呢 建城池 阻挡秦王啊 这秦王就是李世民 唐武德三年 公元是620年啊 这时候唐朝按照我们的年表已经是第三年了 高祖李渊啊 高祖有四个儿子 长子是李建成 次子就是李世民啊 李世民是二子 他统帅主路军马的前去征讨王世冲 李世民一开始啊 失利啊 出战告拜 我们一般都说出战告劫 他是出战失利 这时候呢 驻守白骨庄的这个少林十三武增 就是我们少林寺啊 武增呢 因不满王仁泽侵占少林寺的封地 说来说去啊 这是一个由私心变公信的事 本来就是你们来占了我这个少林寺的这块封地 所以率众呢 以巨尾尸 那么这十三棍增呢 就不认这王仁泽啊 就是率众呢 就偷偷的夜间呢 就攻入了正兵打营 升寝了王仁泽 然后就陷于李世民 为秦王统一的全国立下了这个汉马功劳 你知道这个棍啊 棍晚上还有一个好处 你知道他夜间进去的时候 第一 金属器非常容易被发现 重 出声响 反光 而木制的兵器啊 它通用起来 比较容易 在夜间的时候呢 不反光 它比较轻 拿着时候 尤其偷袭的时候 轻兵器会沾便宜 所以十三武增啊 就俗称十三棍增啊 夜间能攻入 正兵大营 就拿这棍子 就直接申请王仁泽 那正兵的这个大营里的这些兵 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可见武增的平时的功力 最强 我们看看今天少林寺 还经常是这些武增 拿着棍子就出来了 这棍子有什么好处呢 它平时不具杀器 棍与棒之间呢 是有区别的 这个 按照这个宋代书上 武卑志 他是这么讲 他说 这个棒与棍啊 夜 就是这俩东西是一个东西 那我们怎么分出啊 躺硕棍棒 边捡垂抓 十八般兵器里 棍棒是分开的 一般的分法是这么分 齐霉的 叫齐霉棍 齐凶的为棒 棒比棍短 理论上是这样 棒呢 有时候会有附加物 比如大家比较熟的 什么棒呢 狼牙棒 上它附有狼牙 狼牙棒 狼牙棒呢 在击打的时候就类似于锤 但是它上面还有 牙壮的凸起呢 打起来就是皮开肉绽 这个棒和棍之间呢 还有一个区别 你仔细想啊 棒呢 一般是握一头 它跟锤一样 握一个头 用另一头击打 对吧 而棍呢 就变化多端 使棍呢 非常的难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 拿中间这一段 也可以临时的 加长 拿到另一端 只要你能够拿得住 你能够使用它 依然有杀伤力 它可以捅 棒子一般 短了以后就不捅了 就是打 它能够扫 横扫一大片 但是 棍和棒 一般都不砸 什么叫砸呢 就由上往下来 尽管我们今天武术中 可以看到这个动作 但是在实战中 一般不用砸 为什么 因为棍棒一般都是木质的 如果过力的砸 它会折断 折断对你就不利 我们小时候啊 看这水浒传 现在这岁数都过了 都想不清楚细节了 这武松呢 喝了十八碗 米酒啊 记住了 一定是米酒 这么大的海碗米酒 要是这个 它都甭别的 是咱这啤酒都够得一呛 拎着这哨棒 就叫过山 遇到了这个吊金白鹅打虫 一棍子打在树上了 棍子就两截了 所以这个棍棒啊 在兵器中呢 是最容易 在格斗中 这个折断的 比如我们的这种金属兵器 它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说啊 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 它是个棒 但它比棍长 这是什么呢 金箍棒 孙悟空用的 钉海神针 这只不过是一传说 它上面有孤 可大可小 小到一根针 似的塞尔的眼里 大的就是 多长多长 多少丈 我都忘了数据 我们都对十三棍增 旧唐王的故事 比较熟 是因为这些年 少林寺的那个表演中 经常有十三棍增的节目 它就是源自于 十三棍增旧唐王的故事 我们今天这个去少林寺啊 看到表演的时候 我看过 这帮棍增了 跺脚的时候 那个位置上都是坑 一个个的坑 今天少林寺 已经作为中国的这个 佛家功力经常在全世界表演 外国人看着很神 我们看着也很神 比如我记得 我前些年 在一个人家里 这个很有意思 那人家里有个假装的院子 它不是院子 是屋子房间 比较高 一个不算很大的一个空间 那天晚上请了很多人 结果他专门把这少林的武僧 请来在那耍棍 当时啊 我多少有点怕这个 这武僧啊 这个棍下没准 所以我就紧着往鸡脚待着 他在这个屋子里耍这个棍子 而是在有限的空间里 非常可怕 嗡嗡的带响 所有的外国人呢 我觉得外国人有点无知者无畏 都站第一排 还在那儿看着欣赏 我说他要万一有一点闪失 这棍子打过来 一下就让你治残 很小的一个空间 大概他能够 在那儿斩斩通通耳耍棍子的空间 我估计有个二三十平米 可见他们这些武僧的功力 你离着那么近的距离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这个武器的力量 棍棒耐风 发出哨音 那么棍呢 它跟棒啊 它都属于比较温和的兵器 既不动金属 又没有刃 平时呢 它可以作为工具 比如我们重庆地区是山城 一般的交通工具不好用 所以它有一个 随处可见的棒棒军 就是帮你挑点重物 所以这棒子随身可以带 你比如我们武松 武松大户大家都知道 它有根哨棒 什么叫哨棒呢 哨棒是指这个棍棒啊 尤其棍长一点 抡圆了的时候 它会呼呼带声如哨一般 所以这个叫哨棒 过去啊 人出行的时候 经常带一个棍子 带一根绳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你看我们的棒棒军 就是一个竹竿 是吧 一个比较粗的竹竿 带一捆绳子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古代的时候 人出行不像我们今天 今天有行李车 有行李 都带轱辣的 什么东西都装里的 拎着就走 那时候没有 带一个棍子 拿根绳东西一捆 拎着就走了 遇到紧急情况 这个棍核棒 就可以兼获兵器 当然这东西需要你啊 如果你作为兵器 你要掌握它 需要断裂 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所以这个棍棒啊 它在所有的兵器中 是最温和的 那么还有什么 温和的兵器呢 我带来了一个 齿 我们说的十八般兵役中呢 十八般兵役也是十八般兵器 就是刀枪剑戟 辅约勾插 躺硕棍棒 边捡锤抓 拐子流星 里没有齿 齿干嘛用的呢 护身 为什么护身不用刀剑呢 很简单 刀剑要出窍 出窍就需要时间 也许就这半秒钟 就误了杀鸡 你就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护身的东西一般不带窍 随时可以出手 如果我们说刀剑啊 我不带窍 我就带着它护身 那杀气太重 护身是常被不屑 你说我为了一辈子护身 拎着一把刀 偏偏走来走去 那路人也不干 说你要干嘛呀 你说我就是为护身 防止别人弄我 这就不行 所以 就出现了齿 齿有两种 这叫叉齿 这带一个叉形的东西 叫叉齿 不带的就是齿 齿怎么护身呢 我给你比一下 平时这东西啊 随身带 它没有韧 所以不显得 不显得厉害 大家对它呢 心理上也可以接受 我如果把它插在袖子里 我这袖子太细了 就不给你们表演了 插在袖子里 这么拿着 在路上走的时候呢 第一它不会伤我自己 第二呢 在紧急情况 比如别人砍来的时候 我可以护着 全可以护住了 出手呢 出手啊 我现在不利索 利索的出手非常快 这个击打 依然是有力度的 它虽然不如锤 不如鞭 但是作为护身足矣了 过去有人独行在外 晚上住在小店里 这东西就搁在枕头下头 紧急情况 迅速可以使用 这就是齿的功能 齿啊 这个在兵器里呢 没有占有一席之地 就是它不是作为主要的击打兵器 它主要是为了防身的 我们作为兵器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边 这边呢 两种 一种呢 是我们的观念中的边 叫软边 过去看赶马车的长边 这个骑马的时候 那马边 这都是软边 皮革的嘛 边这个字有个格字嘛 就是最初它是皮革的嘛 再有就是硬边 这就是硬边 硬边就是兵器 最有名的跟边啊 有关的故事呢 就是玉池公单边救主 玉池公单边救主的这个故事 是在正史中就有记载的 旧堂书啊 玉池靖德传中就有记载 当时啊 王世冲领他的这个数万 那个骑兵啊 就直接就铺唐太宗去了 铺李世民去了 他底下有一年这个骁勇善战的一个大将呢 叫善雄信 玉池公一看就觉得不得了了 就跃马大呼 横刺 使雄信坠马 这就是史籍上的一个记载 那么这段记载呢 就被后世不断的演绎 比如清代的长篇小说 说唐全传中就有这段演绎 他这段是这么描写的 就是说呢 玉池公正在河中洗马 听到呼救 人不披甲马不备安 赤裸上身 跨上无锥马 守敌逐杰钢鞭 直奔育果园救驾 善雄信抵挡不住 气已硕而逃 那么我们就想啊 这个玉池公啊 应该是双变 你想想 人不披甲马不备安 赤裸上身 根本就来不及 他给洗马的时候啊 过去自个儿累脱了 对吧 你现在我看有的电影里 就是很温情的 人给马洗澡的时候 在河边人也是拖一光榜子 为什么你给马洗 就让马那么老高 你给他泼水的时候 你防止自己身身上湿了嘛 所以呢 玉池公应该是双边 为什么说玉池公单边救主呢 就是单边显示了他的勇气 那个边都来不及拿 另外显示了他高超的技法 顿兵器一般都必须双手 双手指 保持一种平衡 顿兵器比利兵器要重很多 这个边就很重 跟你想象的重 再有就是忽元卓直边 忽元卓双边 那么这是水沪中的人物啊 这个宋朝开国名将忽元赞 铁边王的这个敌派子孙 武夷高强 骁勇善战 万夫不当之勇 这都过去书上说的 那么他使的是什么边呢 书上是这么写 叫水摩八棱钢边 你知道带棱的边 击打力度更大 那么梁山拍作次的时候 做了第 胡言卓啊 做了第八把交椅 这个号称是天微星 我们上一期啊 讲利兵器 利兵器呢 以利刃见血 作为杀伤的主要目的 而顿兵器是利用这个内伤 造成你的致命伤 它作为它的杀伤目的 利盾之间呢 显然盾兵器追求的效果 要比利兵器更为实在 所以像这样的盾兵器啊 一般的情况下 人被击打一次就丧失战斗力 甚至毙命 而利兵器比如有刀伤 剑伤 还可以疗伤 我 我好像不记得有谁被盾兵器击打以后 还有机会疗伤 可见盾兵器在这个兵器当中呢 它的杀伤力是远远大于利兵器的 但是为什么人依然喜欢利兵器呢 是因为利兵器能够造成极好的杀伤效果 比如它的威慑 人一出血就有威慑力 比如两个人啊 两军相战 谁先出血 谁一定处于劣势 比如我们老说啊 杀红的眼 杀红的眼的时候 当你身上带满了这种刀伤剑伤 你依然能够有战斗力 盾兵器击打以后 你造成内伤 你可能就没有生还的机会 所以我们老说追求内在的 你比如一个人啊 是不是有能力 老说这个人内在是不是有能力 盾兵器击打出来的伤 就是一种内在伤 内在伤从某种意义上讲 比外在伤更能让你毙命 周润发演的 还有张子怡 都是拿剑 在竹梢上 这种都是一种表演 包括后来的张艺谋拍的英雄 都是拿剑 剑极具表演能力 但它没有什么杀伤力 它只是给你在电影中显得好看 如果我们电影中你想卧虎唐龙 你想英雄 这些人物出场都拎着个锤 拎着个剪 样子就不好看 所以我们今天的影视表现中 尽量去美化了剑 美化了刀 就我们说这个像绣春刀这样的 那刀都非常华丽 好像绣刀都非常漂亮 但是它禁不住你一锤一锦 水面 但是四人 也转让你们的 相识